浮情番薯丸的做法不重 1.番薯洗净切块加水上电锅煮熟 我按了8分钟 2.番薯煮好后捞出放的大容器里 3.倒几杯地瓜粉进去 然后趁热用砧板把地瓜块捣碎 4.地瓜不烫手后 就开始用手将地瓜熟成团 5.紫菜 海粒提前洗净 放着沥干水 里脊切片 由于切成小丁 一般是加紫菜 海粒和里脊 我喜欢油鱼 所以加了点 里脊搅成肉米也行 紫菜里加点盐和味精调味 海粒 里脊和鱿鱼则分别加入盐 味精和生抽调味 并准备点面粉包丸子时防粘手用 6.取一小团翻薯团 用手慢慢摊成椭圆碗状 我也不在行 7.往里面依次加入紫菜 海粒 里脊和鱿鱼丁 8.将丸子封口揉圆了就可以 9.丸子全包好后 锅里有热炒 韭菜花和包菜 接着加水 水开后放碗子下去 盖盖子煮10分钟 然后往锅里加点细米粉 再次煮开后加点调味料调味 也可以了 使用的锅具 超过